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吗 其实很多朋友只读过《范进仲举》这一节 不知道《沙夏文》的前线 在《范进仲举》之后 范进一夜暴富 收获了豪宅奴仆土地钱财 范进受穷了一辈子的母亲 在巨大的惊喜之下直接死掉了 《仲举》给人带来的冲击就是有这么大 而这种情节虽然有吴敬子的艺术加工在里面 但绝非脱离实际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内卷社会的极大成者 在其中卷风格的人 绝不止范进一个 很多朋友总是私信我 让我推荐一些日常书目 谈到科举 我要推荐的有三本书 《范进乃史》 《科举史》 《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结构 对于政治学学生而言 《兴盛与危机》一书 是我上学时老师推荐过的专业书籍 不过上学的时候我对他兴趣不大 到时毕业以后我能够认真看下去了 这本书并非什么通俗读物 学术风格比较重 社会科学无所谓真理 不同观点的碰撞非常激烈 作者从各个角度在论证一个事实 为什么中国古代诞生了 与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文明形态 在人类历史上 强大的王朝屡见不鲜 尼亚非大陆上诞生过不少巨型国家 但除中国以外 其他地球的大帝国却几乎都如昙花一现 在灭亡后再也没有重建过 无论是罗马帝国 沃玛亚王朝 查理曼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 他们在帝国毁灭后都没有构格的继承者 只有中国的古代王朝 在统一分裂再统一中不断循环 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 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 作者认为 能够维持一个巨型帝国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各地区的联系 而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要素 便利的交通 庞大的联系社会各部分的媒介阶层 虽然世界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 但在工业尚未发展起来的古代 农业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 是全球接染的 无论是欧洲的骑士庄园 还是中国的乡村 普通农民组成的小集体 可以一辈子不跟外界打交道 都是种地的 你们家的地并不比我们家能多种雅兔头 这是小农经济天然的独立性 欧洲庄园独立性的结果 就是不同封建主之间的百姓们 交流极其有限 让欧洲大地上山头林立 板头分得比乐视薯片还碎 因为每个庄园之间 没有联系和交流的必要 自然也就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 作者认为 罗马帝国能够维系 是因为罗马具备了一个帝国的两大要素 地中海便利的航运和罗马官道的修建 让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了起来 罗马帝国以贵族 拥兵 商人构成的社会阶层 充当了各地之间的媒介 建立了帝国的官僚网络和联系网络 维持了一个空间强大的帝国的存在 但是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 充当媒介的罗马官僚体系 和商人拥兵群体基本解体 再也不曾重建 这就让罗马帝国成为了历史的绝唱 而古代中国同样具备维系帝国的两个条件 中国的自然交通条件不如罗马 没有地中海那样的内海可供航运 但从秦始皇时期开始 中国就极度重视交通和邮中网络的建设 秦始皇时代的中国就修建了 东至大海 西至甘肃 南达湖北 北至辽东的迟道系统 和遍布全国的邮政系统 靠人力将中国古代的通讯条件提升了一个层次 而得以让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有顽强生命力的 是中国古代负责联系社会的媒介阶层 是 从春秋战国开始 中国人开始将知识分子化为一个阶层 而且这个阶层自诞生以来 就与国家建设高度相关 所谓 入处处众 出其其行 围照照玩 叛卫卫伤 世人不是一个散漫的群体 而是一套现成的 拿来就可以用的职业化行政团队 它的诞生就与国家建设高度相关 相比于罗马东拼西兽成分复杂的联系阶层 中国的联系阶层一上来 就是专业团队 而到了汉朝 这支专业团队被又一次强化 汉武帝八处百家独卒独树 让中国的世界级 成为了一个极意识形态和组织力的集合体 汉字和书籍保证了全天下的知识分子 拥有共同的信仰 拥有共同信仰的行政团队 成为了超级组织 保证了中国的大一统和郡县制的顺利实行 在世界上 郡县制并非中国古代的独创 很多国家都想搞迅献制 比如日本的大化改新 其思想完全来源于中国 但由于缺乏世人阶层的执行 官僚体制实行了几十年后 地方就形成了割据局面 中央派去青藏田姆的官员 连庄园的门都进不去 这就涉及到古代王国的一个根本问题 贵族化 在古代社会 任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 就有异化为小圈子实力集团的趋势 中国以外的国家 其古代官僚在掌握权力后 迅速异化为了血缘贵族 而小圈子抱团足够多 就会挑战王朝的大一桶局面 最终造成分裂 那么古代中国是如何解决官员贵族化的问题呢 这就是科举制诞生的原因了 科举史是由日本汉学家 宫崎世敬创作的 作者给这本书提炼了一个很形象的副标题 中国的考试地域 自从美国学者格尔茨 发明了内卷化这个词以后 这个词就完美地套用在了中国古代社会上 而科举制度 无疑是内卷化社会的极致体现 要了解为什么古代会有范进这样 甘愿在科举里卷一辈子的人 要先了解科举诞生的原因 当秦汉第一帝国在中华大帝上 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以后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皇帝面前 帝国依靠谁来统治 靠什么来补充帝国庞大的官僚队伍 在先秦时代 各诸侯实行的是是清是露制 我们老好精的爷就是爷 没别的 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 社会迫切地需要用人制度的转变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由于诸侯间残酷的总体战 整个社会风气极其务实 武俄充沛的爆棚 从战国时期开始 军功制开始取代了世青是露制 成为用人的主要渠道 在战国以前 基本是犬父无胡子 战国以后 你爹是谁不重要 你会砍人就行 中国人从来不怕奋斗 中国人怕的是没有奋斗的渠道 当砍人成为KTI时 六国之间有上级心的猛人们 互相砍得混天黑地 造就了战国时期 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烈度 值得一提的是 战国时期的军功制 在秦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留 汉朝过分的战争狂热 跟战国留下的遗风是分不开的 但整体而言 汉朝统一天下以后 国家没有长久的战争对象了 没法靠砍人来选拔人才了 这时候 社会需要一个新的体制来选拔人才 查举制应运而生 所谓查举制 是由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员 在地方进行选拔 临选各种品类的人才向上推荐 选拔的人才门类繁多 包括笑脸 秀才 明经等等 帝国靠着自己的行政系统 自下而上的网络人才 在查举制确立的初期 确实为帝国网络了一大批 如东方硕 司马向如等人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制度逐渐走行了 虽然查举制选拔的人才 也需要简单的考试 但整体上依然是完全的人质 地方太守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 这时候 关系互上上了 一些中央的高官会对地方官请托 要求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作为下属的地方官自然不敢拒绝 压力不仅来自于上层 也来自于下层 地方的豪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也会使用各种方法 让地方官员选拔自己的子弟当官 而地方官也乐于配合豪族 因为没有他们 自己的工作无法施展 笑脸没有统一的标准 说你笑你就笑 因此 长期的权力交易下 官善和豪族基本都是哄堂大笑 人均代笑子 在中央形成了门法 在地方形成了豪想 而经过这种关系网络推举上来的人 也大多数是名不副实的顽固子弟 所谓举孝连复别居 举秀才不知书 但查举之的败坏 不仅切断了帝国的人才源头 更重要的是 让传统的官僚实现了贵族化 从东汉开始 门法的崛起 让门法子弟生来 就获得了贵族权力的荣誉感 袁绍袁树等人 每天把四十三宫挂在嘴边上 就是因为这个身份 让他们感到极其荣耀 但是汉末的门法虽然权势极大 尚且只是帝国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 时间走到魏晋时代 九品中正制的确立 正式让门法成为了统治阶级 而在这时候 走向了极盛的门法权力 已经膨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西晋灭亡以后 东晋在门法的拥戴下成立 狼牙王室权势滔天 诗人称 王与马共天下 在之后的南朝中 虽然皇帝不断更换 但门法的地位从未被动摇 高门大姓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获取高位 比如王羲之的儿子王辉之 被桓冲委认为高级官员 但痴迷于行为艺术 从来不理正式 桓冲问他 你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王辉之说我不知道 我经常看见有人在我面前 牵着马走来走去 我应该是养马的吧 垄断了统治权的门法 对于韩门的鄙视是刻在骨子里的 更不要说普通百姓 门法对于门帝的骄傲 甚至让他们蔑视皇权 靠军事力量上位的皇帝 皇帝的舅舅陆志庆 本来是狼牙王室家的马夫 可是刘俊当了皇帝以后 陆家成为了太后的亲族 但即使这样 在门法眼里 陆家依然是不知一提的见门 陆太后的侄孙陆雄之 当时是皇帝的侍从 为了跟门法套近乎 搬到了狼牙王室 王僧达的家旁边 一日陆雄之去王家拜访 王僧达面对他一言不乏 只让陆雄之一个人尴尬的说话 过了一会儿 王僧达轻蔑地说 当年我们家的马夫陆志庆 是你的什么人呢 陆雄之听后羞才满面 直接告辞了 陆雄之走后 王僧达还烧掉了他做过的作剧 以表不能让寒门脏了自己的门第 所以 如果门法发展下去 我毫不怀疑 他们会在中国形成 类似于印度种姓制的制度 门法不仅在南朝显赫 在北朝亦然 从北魏开始 北方门法就出现了所谓 阿氏实姓三十六族 一直到了隋唐 门法依然在政治中占垄断地位 但是 随着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 皇权和门法的矛盾 就逐渐突出了 按照官方说法 李唐皇室出身龙兮李氏 但这个说法比较可疑 征官十二年 唐太宗命令高世连修传士族制 梳理天下士族 结果成书出来 排在第一等的居然是清和崔氏 李唐皇族只排到第三姓 唐太宗大怒 这帮门法老无法无天了 实际上 即使贵于皇族 在门法内部的小圈子里 依然是不被尊重的 清和崔氏曾经因为 嫌弃唐朝皇室血统不纯 聚约拥取大唐公主 在当时 迎娶门帝最高的五姓女 是唐朝诗人的最高绿秀 唐文宗时曾经感叹 我家两百年天子 顾不及崔如也 门法昌皇到如此地步 皇室必须予以反击 因此 隋唐科举制度诞生了 从隋朝开始 科举逐渐完善为正式的制度 无论门帝如何 出身如何 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 来获得权力 进入政权 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性改革 在当时的世界各国 堪称绝无情勇 几百年后的英国人 听说中国的统治阶级 是通过考试来获得权力的 依然感到嘖嘖撑起 当然了 隋唐时期的科举 与后世明星的科举 差距非常巨大 形式和内容上的差距 还可以自己翻阅科举史的原著 虽然隋唐的科举重地者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依然是世家子弟 但科举制还是让唐朝 诞生了一个新阶级 寒门世子阶级 来自高门大乡的贵族子弟 和依靠科举路世的知识分子 形成了朝堂上的两股势力 这开始挑战和虚弱门阀的权力 新与旧的冲突延续到了晚唐 逐渐影响了牛里党争 不过 最终毁灭门阀的 并不是新决起的科举世人 而是第三种势力 科举落地者 从中国确立科举制度以来 这个制度的露取率就相当之低 帝国只需要最精英的人才 绝大多数人 只能在考试中充当陪跑的气氛组 科举中的路字们不得不感叹 气质服气质 情如刀剑赏 但是 内卷卷输了的人也要找出路 一部分人觉得朝廷不要翻阵要 朝廷不给观作 直接去翻阵当了幕僚 这些人在后来的晚唐大乱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 自从有了科举以后 历代中央王朝的敌人中 几乎都有诗意文人在出谋划策 为其服务 这些人在中原卷不赢 但是在这些政选里 都是一流人才 自我调记了属于是 但另一些人 则更富有创业精神 他们怀着对作题家的极度仇恨 发起了自我创业项目 中国的马歇埃勒属于是 诗意文人创业的佼佼者 如皇朝洪秀全 皇朝的创业项目虽然没有成功 但他有一个很成功的副作用 他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士族阶级 众所周知 皇朝起义军打遍了全中国 最终杀进长安 对长安进行了一点小破坏 所谓内户稍微锦绣 会于天阶踏击宫经过 唐朝氏族的财产和家人 大都在长安 皇朝让他们死伤大半 财产荡然无存 皇朝大乱之后 唐朝氏族的影响力断崖式下降 之后的藩镇和五代十国 中华大帝有枪便是草头狼 各路军头们杀的人头滚滚 门法 你有几个事 五代以后 氏族门法的影响力 基本从中国消失 可举之的黄金时代来了 时间走到宋朝 赵家皇帝又敢于 晚唐五代 衙兵翻将的交混 将武将的地位 打压到了最低 汉唐时代的出将入相故事 从此不复存在 中国从此进入了 中文清武的时代 武德大踏步的后退 而文学则达到了空田的高度 作为一个读书人 在宋朝读书是空田幸福的事情 没有质疑 首先 宋朝皇帝对于知分子 总体上是尊重的 不会动辄打人屁股 更不会让人自称奴才 而且政治斗争的尺度 继承了唐朝的模式 一般就算哀整 也不过贬折流放 远强于后世 明清念文破家的惨烈 其次 在宋朝众科举 远比宋朝以前容易得多 宋太祖时期 平均每年录取九人 太宗时期每年录取五十人 真宗时期每年七十八人 人宗在位四十一年 更是平均每年录取一百一十三人 由于录取的进士太多 朝天的官位都不够用了 从1034年到1063年的三十多年间 宋朝举行的十二场客举里 没有一个进士后来成为宰相 究其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官位相当有限 老一代宰相还没退休 新人就只能在后面排队了 宋朝后期新旧党的采烈党争 也是由于进士过多而产生的一种内卷 不过 录取的官员虽然多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待遇却相当不薄 关于宋朝皇帝的奢华度 是我们不多讲 大家可以搜搜普传证的喜剧方法 扣准家的照明方法 和蔡经家的包子馅 但是从官方层面上 皇帝基本允许他们的奢侈 宋朝皇帝对于世人的态度 从真宗的劝学文中暴露无遗 临选世人为国效命 本来应该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是儒家治国平田下的最高理想 但真宗皇帝赤裸裸地 以功名利禄诱惑文人 只要你读书 良甜美女豪宅奴仆都能有 别怕读不出来 卷 卷就都应 朱熹曾经吐槽过 皇帝如此赤裸裸地 以利禄诱惑文人 这不是对待忠臣的态度 而是对待盗贼的态度 这样招来的大臣 必然会以盗贼自处 跟这群重制在一起 怎么能搞好政治呢 不过 平清而论 唐宋的科举相比于后世 对于选拔人才 还是很有比异的 唐宋时代的科举 并没有八股文这种东西 也不会死扣四十五经 而是更重理解和创作 像苏世日文考试的时候 自己临时编个典户 当素材也能通过 唐朝和北宋的科举 众师复合策论 科举与文学创作箱的契合 与实物也很相关 因此诞生了一大批 极优秀的散文家 让民学达到了鼎盛的高峰 而科举到了明清 就完全迭代成了 另一种东西了 简单的说 科举从一种犬拔人才的机制 变成了完全的硬式游戏 明朝成画年间 朝天正式确认了 八股文的硬式问题 而且 考试仅限于 四十五经的理解 还不能按你自己的方式理解 要按朱熙的方式理解 严禁自由发挥 从此以后 中国的科举 基本跟学问和文学绝缘 而变成了一种 单纯的硬式教育 如果你看过如人外史 你就会知道 范进中了局以后 又中了进士 而中了进士当了官的他 居然不知道苏氏是谁 这绝不是作者 在给范进泼葬水 而是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情况 这帮卷王为了硬式 一辈子死足四十五经 诗次歌赋文学作品 在他们眼里都属于杂熟 纵连曾经吐槽过 一些卷上来的卷王 与之交谈 两目称然是 舌目将不能对 完全就是一副 那儿的形象 这还是在明初 八股文没带生的年代 但是 明清的知识分子 对于科举的狂热 远叫唐宋为甚 明清时代的社会 比唐宋时期要封闭许多 既没有唐朝的编工体系 又没有宋朝的商业繁荣 百姓想要上进 除了科举之外 几乎别无他途 偏偏明清社会 由于人口增长 土地压力极大 明朝晚期的百姓 卷到什么程度 当时的农书 会教没有田的人种田 怎么种 用篮子里面盛上土 在土里像盆栽一样 种一点粮食 在极度的内卷下 每个人都渴望着阶级跃升 而科举就是唯一的渠道 很多人都明白 为什么犯进在 中举的前后 身边的人 对他的态度差距会这么大 因为大家不了解 中举人就应意味着什么 在古代社会 交通通讯极度发达 每个人都可以 窥见社会最顶层的状态 所以现代人眼界 远高于古代 而古代的百姓们 对于古代百姓而言 大多数人一辈子 不可能离开本县 对于他们而言 皇帝是没有意义的 县令就是天大的官 而举人意味着什么呢 举人意味着 已经踏入了 统治节衣的门槛 在文学作品中 有很多穷书生 穷秀才的形象 他们是古代 大多数言情故事的主角 但是你翻遍各路故事 却找不到穷举人的形象 因为举人不可能穷 实际上 经过县级考试 而获取秀才的头衔 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清朝两百多年 中国累计产生了 46万名秀才 中期一生 中不了秀才的人 大有人在 书中的饭禁 就是靠运气和考官的心软 捞了个秀才 秀才是统治阶级的预备队 可以获得很多特权 比如建官不用下跪 免除个人谣役等等 实际上 大多数的秀才都不穷 因为古代能公养一个壮劳力 脱产读书的家庭 大多不穷 不过 秀才行列中 仍然有饭禁 这样的漏网之鱼 在底层社会徘徊 但一旦踏入举人的行列 就绝对不是老百姓了 要当上举人 需要经过省级的相识 经过省级主考官的认可 范禁是冒着博一博的心态 都可以吸收了路费进程考试 才幸运地获得了举人头衔 一旦中举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 继续考试 冲击近视 二 直接去当官 绝大多数的举人 都会选择第一条路 因为谁也不愿意 在这一步上直步 在官场上 举人的起点是什么呢 举人可以在考试后 直接去立部报告 等待朝廷分配的官职 不过跟近视不同 近视保证人人有关做 举人则要等 等哪里有空缺再说 挑选举人的过程 被称为大挑 不进行任何考试 单纯的拼颜值 国字脸最上 原脸次质 长得抱歉的 干脆别来 按照范禁的颜值 如果他不考证近视 他是不可能获得官位的 受于举人的官位 一般是八九品的小官 比如县城 教育的 在官场上 这只不过是 芝麻绿豆的不入流的馆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这绝对是 青天大老爷行列中的人 普通百姓面对 牙役尚且畏惧 不要说县里的实权官员了 而且依照明朝法律 官员可以免去自己的填税 因此在范君证据后 有大批的人 主动来贡献自己的填产 这样可以把财产 寄托在范进名下 只要给范进上缴 比税付更低的填租就行了 所以举人跟秀才不一样 举人无论是想考试 还是想做别的 都不可能会缺钱 有的世人主动来给他送钱 就这 多少人想贵还没门子呢 在范进中秀才之前 他在考官眼里的形象还是 面黄疾瘦 花白胡须 头上戴一顶破赞帽 短短几个月以后 证据后的范进 就拥有了豪宅奴仆 金钱天产 这些变化几乎是 一夜之间发生的 搁谁谁不逢啊